你時火的我定一位 雲海我又往後跨 阿拉你到的是北宮下坡 我沒有後跨 今年北京農工歌唱比賽 特別教學生命夠有 每個位參賽學生不當要唱歌 我會說選這首歌的故事 讓這次比賽更加精彩 有了沒一樣的意義 小時候 我體肉都比你 非常希望媽媽的照顧 所以我希望把這種歌系給我媽媽 我記得我想看 都會騎著她的腳踏車 然後就是都會去找過電腦 跟人家打牌啊 那其實每個人 在每一段的生命經歷裡面 都有一些別人帶給她的 一些不同的一些啟發跟改變 所以我們希望歌唱比賽 能夠結合生命教育 然後讓學生能夠 藉由這個故事 然後他們會對這首歌的情境 更加的融入 那也會讓全校同學的印象更加深刻 在每一條歌有感謝有思念 學生用媽媽感情笑出來給大家聽 會有機會用歌聲唱出聲聲 參賽學生都覺得很特別 會發現說高三 他對於這樣子的感恩 然後還有這樣惜福 然後一種回饋 這樣子的題材 他們會 真的是會比較有感觸 對媽媽不敢說的言語 就可以借這一次機會 大聲的說出來 我唱阿嬤的威馬 然後就是唱出我對奶奶的思念 因為我們鄉下人嘛 就是比較不會表達那種情感方面的 然後我希望我在天上的奶奶 可以聽到我在為她唱歌 看到學生做到歌手比賽的分享聲 來告訴多一百事 好方標是以未來繼續基盤 那我們也希望說每年都能夠這樣來辦 而且早一點告訴同學 能夠把它練得更好 北京都能夠讓平凡的歌手比賽 變成學生打開聲來世界的收視 要讓後來學生無聊分享的奇妙體驗 感情也越來越好 記者李嘉莎さん 三報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